很多人把排骨捡回来 想了半天却还不知道怎么做好吃 今天这个做法你肯定没见过 学会了全家人都会夸你是大厨 往排骨里面加入一勺面粉 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可以吸附上面的杂质和脏东西 抓到有些粘手的时候加入清水 然后反复的清洗 大概抓起两分钟 我们看一下已经洗出了很多的脏东西 然后再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 我们看一下用这个方法洗出来的排骨特别的干净 把排骨挤干水分 接着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湿盐 白胡椒粉和生抽 再加入一勺料酒去腥 然后再加入两勺玉米淀粉 用你的右手充分的抓拌均匀之后腌制十分钟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浇作菜 只想要一个小红杏鼓励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排骨腌好后擦干水分 锅里油温六成热下入排骨 中小火把排骨炸熟炸透 炸至金黄熟透之后捞出备用 切点土豆和莲藕 锅底水开之后下锅煮熟后捞出备用 起锅烧油放姜蒜干辣椒炒香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一袋麻辣香锅调料 在家自己做麻辣香锅既简单又方便 食材可以自由搭配 炒香后放入排骨 土豆和藕片 再放入黄瓜和洋葱 然后给它翻拌均匀 拌匀之后撒上一点白芝麻和香菜 美味继承 这样做的麻辣香锅吃起来麻辣鲜香 开胃下饭又解馋真的太好吃了 喜欢就赶紧做一家人尝尝吧